目前看气象报告的话 我觉得是蛮严重的啦 刚买来的防水家们 一共五片堆叠起来 已经有半个人这么高 因为上次真的烟怕了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沿着一带 上次烟多少 烟大50 世界大50啊 你做一米二做两倍来 预留给他这样子啊 这里是位在江华路港的顶帆坡社区 专门生产制造水龙头5基 全世界有50%的水龙头零件 都是出自这里 一直以来跟烟水 画不上等号的顶帆坡 上个月凯米台风侵袭时 竟是如此惨况 这就是现正我们的得正 不只马路上连厂房内都泡满泥水 高度超过50公分 缩的机具 货架跟产品 通通都泡烂 业者损失惨重 他们直指养子错息 提案道路工程惹的祸 现在工程都还在进行 山坨台风又要来 本来是要有东西 我们这边三文面团比较严重 大人这边起来怕 这边的河路又多 族户在这边生活50年 从来没有看过烟水 也第一次要做防水扎门 他们花了50万 把各个门都挡起来 希望这一次风雨 不要再烟进工厂内 另外来不及坐扎门的 有民众骑车去载沙包 甚至出动货车跟堆高级来搬运 打算把工厂门口全部堆满沙包 避免台风来造成烟水 导致财务损失 都许很容易再将话上报道 热血炸裂 勇者无惧 中华队加油 我是蓝蓝 燃烧热血梦成文十二强争霸 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